我相信一起创业是不难 可是能够一起20年后 还是在一起为这间公司努力 是不简单的事情 Smart Post我们是在1997年成立 那个时候是原始创办人 是我的一个伙伴 华高先生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我们是定位在汇集跟库存系统 过了几年后我们看到在零售系统 有很大的潜能和发挥的空间 所以我们就把尝试 把我们在的一些技术 把它转移到零售市场上面 新的元素就包括 刚才我所提到的一个 是point to point的一个internet的condition 因为在当时候的话 这一个技术其实是比较少的 很多时候他们需要invest一些硬体方面 比较复杂的程序才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有了这个其实我们就有更多的方式 在系统来处理一些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到的东西 比如说他要马上知道库存的数据 顾客买卖的history 都能从这一样的技术上达到这一点 当我跟我的伙伴接触到subplay的时候 其实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subplay是我们所要寻找的一个平台 因为其实我们很想把我们现有的模式慢慢改为一个订阅跟租借的模式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会hold着 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背后会有需要处理很多繁杂的一些事物 比如客户的发票 客户的付款 追踪 这些都是每个月都会是很繁杂的一个process 所以在subplay 我们知道有这个平台的话 就决定参与这个平台 让我们这个订阅跟租借的模式 相信可以有一个很正面的成长 我们有四个伙伴嘛 从20年前开始我们的这个创业的路程 所以可是20年之后 我们四个伙伴还是在同一间公司 为这间公司努力着 所以我相信创业一起创业是不难 可是能够一起20年后 还是在一起为这间公司努力 是不简单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